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我想讲一下厦门大学的台湾接管计划这件事情 前不久,厦门大学的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说中国接管台湾的具体的计划的内容 其中有说要尽量成立一个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 然后尽快熟悉台湾目前的体制、制度、法律 要做针对性的展开情报收集,深入分析 并且凝聚岛内的反台独使力量 然后还要提议在中国国内尽快建立一个台湾治理的试验区 也就是相当于影子政府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通过政策实验、培训干部、执行示范 也要收买台湾的军公教人员 然后达到随时可以接管台湾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这篇文章出版以后引起很大的反响 虽然厦门大学很快就把这篇文章下架了 但是说它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各种文字 现在流传了非常非常广 关于这篇文章到底我们可以读出一些什么内容呢 有各种各样的分析 比如说台湾的律师陈以凯 他说这篇文章要代表中共或者至少是中共内部的某些人 已经对于台湾的代理人的工作效率十分不满了 有心要把这个办事不力的代理人一脚踢开 然后自行披挂上阵 直接把台湾拿入口中 然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唐永洪教授 他说大陆民间包括学术界的意见很多元 这个相关文章反映着大陆民间部分人士的看法 但未必代表大陆官方对台湾政策走向 也不会存在所谓的默许发布这件事情 然后台湾的安保协会的副秘书长何成辉说 他说这个接管台湾的方案 其实是回应习近平对历史使命感的焦虑 也就背后体现出 他对自己统治能力日益低下 有可能危及政权 甚至丧失政权的危机下 必须要做出一个可以转移的方案 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的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在台湾问题搞一些事情转移下大家的焦点 我认为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 那我怎么看这篇文章呢 我从三个角度谈一下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第一呢 我认为这篇文章呢 绝对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想法 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想法 也是众多的想法之一 因为我过去呢 在中国就是当记者的时候 也和中国的一些学术机关有交流 我本身呢 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面呢 读过书 也在他们的研究机构呢 作为这个访问学者 也待过一段时间 我深知呢 关于涉台问题 比如涉日本问题 这些非常高度敏感的问题的话呢 中国的学者是没有上面的授权 是不敢碰的 特别是中央政府还没有提出的内容 如果你提出来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很可能呢 拍马屁不成拍到马脚上 所以说呢 像这种涉台问题 一定是呢 中央有预算 有一个计划 然后呢 作为一个课题 授权给某个学术单位 然后这学术单位呢 他写出一篇报告来说 那么厦门大学 虽然这次并不是台湾研究院 而是一个负责城市规划的 科研机构 但是厦门大学 从来是中国研究台湾问题大本营 同时也是习近平 他本身在厦门工作了17年 他自己的大本营 所以说厦门大学这篇文章呢 一定是反映到这个中央的一些对台湾的想法 那么也就是说过去对台湾的政策呢 有一点觉得不能与事俊进啊 为了迎合这个领导的新的想法 提出这么一套方案 所以这套方案呢 虽然后来下架呢 下架的原因并不是说这个文章写错了 而是呢 暴露了一些秘密嘛 所以说呢 也看看方向 然后把它下来 这是中共的常用的手段 那么第二点呢 这个文章就代表着中共对台湾的想法是有所改变的 就过去呢 毛泽东时代当然说了就是说武力统一台湾嘛 这个就达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 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台湾的口号 那么邓小平呢 其实就变成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嘛 就是要主张这个和平统一 后来其实到了胡锦涛时代了 连和平统一都说的越说越少 说两岸要和平发展 也就是先把经济搞上去 然后慢慢的再考虑统一的事情 这是胡锦涛时代的想法 那么习近平呢 现在呢 一下子回到了接管台湾 所以说呢 某种意义上其实呢 就是习近平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了 这篇文章 如果说我想在胡锦涛时代 不可能有中国的任何一个学术机关 能用接管台湾这种 看着耸人听闻的这个咄咄逼人的方式 来这个发表文章的 胡锦涛时代对台研究呢 都是很温和的 怎么让台湾人呢 感到这个祖国的美好啊 祖国的伟大啊 两岸怎么一家亲啊 这是胡锦涛时代的逻辑 那么习近平呢 就开始这种 就是说团结岛内的 这个反台独立量啊 这种接管台湾的方式 第三点呢 我觉得呢 随着这篇文章的推出 虽然他已经撤掉了 但是说今后中国对台湾的渗透 也会有一些改变 过去呢 大家常说这个毛泽东时代呢 是打台湾 邓小平时代呢 是买台湾 这胡锦涛时代呢 要骗台湾 既然习近平他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打台湾呢 那么今后他对台湾的各种各样的渗透的目的呢 其实呢就变成了怎样为打台湾而服务 当然说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从来就是说 怎么说 好大喜功啊 喜欢说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远大的理想啊 他到底打台湾成不成是一回事 但是说呢 今后他对台湾的渗透 可能呢 就是说敌意比较多 对台湾的各种各样的破坏性的东西 或者是比如在台湾成立 这个共产党 这个颠覆台湾政权的组织等等的 这种比较主动性的方针呢 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 今后台湾在考虑到应对中国对台湾的渗透的时候呢 可能要拿出一些呢 和以前不同的应对方式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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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